那如何防止跟卖呢 如果防止跟卖 就是说在讲如何防止跟卖之前呢 我们要知道当你去处理这些跟卖的时候 你可能会碰到哪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做test buy的时候 它的时间成本高 什么叫做test buy呢 我们后面也会讲到的 第二个就是说不良卖家可能有不良报复 比如说他半夜跟卖你 不定时跟卖你 然后多个小号轮番跟卖你 然后你的一个房跟卖的经历是跟不上的 你下班他就跟卖你 你上班他就把跟卖给撤掉了 然后像这种情况下 你肯定不能说一天二十四小时不休息 对吧 那么我们处理跟卖的第一个方法 就是做test buy 那么test buy它的流程是什么呢 就首先你注册一个品牌 然后呢 有一个你的logo啊 你的这些包装都是定制好了的 记得一定是有品牌的时候 再去做test buy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找到一个 就是比如说你的一个帮手 你的队友对吧 然后让他去下测试订单 发邮件询问卖家的一个到货时间 这个卖家不是你哦 是那个跟卖者好吧 然后呢 记得让他 就至少要跟他沟通一次 因为开A2J的话呢 至少需要一次邮件沟通 然后让他收到货之后拍照 拍照让他把图片也发给你 如果说他收到这一个货 发现品牌名是对不上的 那么你可以让他去投诉货不对吧 那如果如果说你看到这张照片 你发现品牌名是跟你的是一样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投诉他侵权 可以投诉他侵权哦 记得千万不要去留差评 因为留差评的话你们是共享list页面 这个差评是会留在你的一个界面的 那么这样投诉之后 亚马逊他就会把这一个跟卖的链接给关闭掉了 与此同时 他把照片发给了你之后 对不对 与此同时 你做test by的时候 你还要发邮件给亚马逊的绩效团队 以及你还要去开case 加急的case 那么你就把你这个订单编号 这一笔订单的订单号 你找你的队友让他给到你嘛 你找好的那个队友 然后以及不符合的一些细节描述 加上图片加上你的产品 你直接就是发给亚马逊的客户团队 那么他们去核实了之后 他就会把这一个 把这一个跟卖给关掉了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因为test by做下来 他可能时间比较长嘛 那么 然后呢 你去发邮件开case 你要等到别人收到货 有图片 有这些细节了 你才好去发邮件嘛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自己去给 这些跟卖者去发邮件 发警告信 就是说叫他们去把这个跟卖给撤掉 那么怎么样发警告信呢 比如说 我们点开这个跟卖 对吧 那么这边是不是就会有 下面这些是不是就是其他跟卖者 对不对 然后我们点开他的这一个 就是收败卖家的店铺 点进去 我们就会到他的一个店铺主页了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店铺的主页 然后这里会有个ask a question 你就点击这个地方 然后去给他发警告信就可以了 就点这个地方发警告信 好吧 那么除了说 就是你 你已经被跟卖了 你去做testify 去发警告信 然后呢 你去发邮件 开case 那么除了这些是已经发生了 跟卖这种情况的 那么亚马逊他目前 他也推出了一些计划 就是说可以前期的就防止跟卖 第一个叫做transparency计划 就是我们的一个透明计划 他可以帮助您的品牌 和消费的免受奖获的一个侵害 目前的话呢 开通的就是美国 欧洲加拿大和印度 只有这些站点可以有啊 他主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他可以帮助消费者 验证产品的一个征为 向品牌提供主动的一个防徽保护 防止假货跟卖 防止假货跟卖 但是参与这个计划 他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首先你必须要品牌备案2.0 以及你必须要证明是这个品牌的拥有者 还有就是他是有站点限制的 是有站点限制 transparency 他的一个运作的方式是什么 首先你要先去到亚马逊 他的transparency 项目的一个官网 上面去注册这些商品 就是把你的品牌 把你的商品注册下来 就是要让 要让他知道 你现在采取这个计划 你要保护的是哪一些产品 对吧 注册下来之后 然后呢 我们会去他那个地方 去买一个transparency的一个代码 就是有点像二维码 防卫的一个二维码一样的 亚马逊他就会帮你把 你就把这些二维码贴在商品上面 就把这些二维码贴在商品上面 亚马逊他在入库的时候 他就会扫描这一个二维码 然后来确保像卖家配送的一个商品是正品 然后买家他也可以使用 他可以去下来这个transparency项目的一个APP 来鉴别这个产品是从什么地方购买的 以及他这些品牌的信息是可以看到的 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二维码 扫描之后他就会有这个品牌的信息 如果说是一个假的 他就扫不出任何东西 那么这个代码他也肯定是要收费的 对不对 一次性购买100万个以下就是0.05美金 然后100万到1000万个以上 1000万个左右就是0.03 1000万个以上就是0.101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就理解为 他就是0.05美金 因为我们很少一次性会说 买超过100万个的 那么基本上可能就是几千个 或者是最多就是几万个的去购买 那么这个就是那个代码 他的一个费用 那么除了说有一个transparency计划之外 他还会有一个zero计划 叫做零计划 那么他是助力品牌商去清除假冒商品 包括自动保护商品 假冒商品移除 以及商品可追溯的这些功能 就是已经注册的品牌 可以使一个就是专门打假的一个工具 那么这个工具可以允许他们从 把这些商品 把这些跟卖这些商品 直接把它删除掉 就是说你可以 如果说有人跟卖你 你参与了这个计划 你可以直接把这些跟卖的链接给删掉 那么具体的大家可以去他的这个 这个官网上面去了解一下这个计划 那么目前这个计划 它是邀请制的好吧 只有说以下的站点 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 就是美国站和欧洲站点才可以适用 那么亚马逊在保证高质量体验的同时 他现在也在尽快使更多的一个品牌 加入这个项目当中 虽然说他是邀请制的 但是如果说他还没有邀请到你 你也可以自己去填写申请表 可以去这个官网上面去了解一下 然后加入了这个计划的品牌 你记得你一定 首先你是已经注册好了品牌的 好吧 已经注册好了品牌的 但是你如果说没有注册品牌的话 那就要先去注册品牌 还有一个要注意 如果说卖家的品牌 在一个站点加入了这个零计划 他会自动开通其他站点 这个品牌旗下的其他站点的产品 也就是其他站点 这个品牌旗下的产品 他会自动加入到这一个零计划当中 所以这两个计划的话 它是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拆 就是房子跟卖以及赶跟卖的 那么一个的话 Transparency项目的话 就是需要你自己去申请的 对吧 然后需要去购买这一个房委标志 那么零计划的话 它就是一个邀请制的 那么他的这一个零计划 它里面不是说了有很多功能 对不对 比如说自动保护之类的 那么目前自动省 就是你自己删除跟卖的这一个功能 它是免费的 但是它当中还有其他很多收费的一个功能 那么你如果说要使用到其他的一个功能的话 它就会采取一个收费的模式了 那么这一个的话 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跟卖的一节课了 那么重点就是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来了跟卖 你要怎么样去处理 对吧 以及跟卖的一个实操 大家也要去好好地去看一遍 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了 然后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